好,热身,吐气的时候都要醒,第一次吐气的时候真的就是吸气,吐气吐光,那今天大家看到我的状况,我是生理期第二练,所以你就会觉得身体它有自动的保护, 我今天又忘记戴耳机了,大家看一下身影如何,身体它有自动的保护,所以你看看我在生理期第二天它就不太一样,有没有感觉它就转不过去,两侧不一样,我本来转得很顺的那一侧就转不过去, 你没感觉它见你,就站在这里,它就泪泉,它就没办法让你过,这就是说明这一个月,子宫腔,它的主要它是子宫内膜的脱落,它的主要的脱落存在这一边,我们左腔右腔不一样的,它的厚度不压,这边比较厚,所以我转不过去,身体再转一遍,我看一下,刚才我没看清楚, 你没感觉我这边的内圈是没有转的,又直接卡住了,对,然后我另外一侧就没有问题, 所以我这边子宫的内膜币,还有呢,就是我们两个卵巢啊,这是一点小故事啊, 因为之前我生很多孩子,我们经常会去测排卵的,说明是我这边卵巢,不是每一个月只有一边卵巢排卵的,另外一边卵巢要休息,它要去储备能量,这边就是我这边卵巢排卵, 所以呢,卵巢排卵的时候,其实它的卵巢长大了之后了,它就是一点点,它要有很多输送的液体,卵巢也有点像是我们生孩子一样的,孩子可能就8磅,可是呢,我们为什么会重35磅,其他都是羊水啊,主脂,卵巢成熟也是这样子,其他都是滋养它的营养和液体,所以它这边呢,都会稍微的大一点,你看就是这么一点微小的变化,就造成, A,脑立法的时候,我们做这个,脑长走它受阻,所以你真心去感觉,要仔细看,不仔细看,你都看不出来,身体会告诉你,我们的整一个长大五脏六腑,同大脑有一个很紧密的对话,可是有时候我们选择了负虐,听不到,这是很损失的,啊,我怎么,半年身体不检查就出问题, 其实这个身体在前两三年,肯定就告诉你各种信号了,只是呢,你老是不care,但后面它也没办法了,就直接这个机器不运作了,就有点稳了,什么小问题,现在的医学只要提前发现,都没有问题的, 虽然我有时候心理清炼,我不是真正去练习它还是什么,但是我痛经的时候,我会真的是练,练得满头大汗,我是天生痛经, 遗传来自有妈妈,然后呢,满头大汗,然后就一下子很多,就是涌出来,都不是那种牛的鞋,都是一块一块了, 就像是生完孩子往外涌的那些东西样的,哎,之后,它排一两天就没事了, 我也排了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子之前,我的痛经完全治好了, 你的痛经完全治好了,嗯,多久,用了多久,没有多久,我就喝了一个月, 芹菜汁就基本上好了,然后现在已经到第六个月了,就基本上都是好的, 是吗,嗯,你喝了什么,你喝了什么,你喝了什么,阿姨,你喝了什么好了, 芹菜汁,可是呢,我,把什么喝好了,我不怎么建议大家这么做, 我芹菜汁怎么了,你喝了什么效果,就是芹菜汁,我待会下完课, 我跟你们两家吧,要不这样用老师的上课时间,好,我们复习, 复习,复习到了,那今天呢,大家继续的热声, 我们今天的主要是心脏,我还没有来得及配音, 但是呢,大家就好好的去感觉心脏的游通, 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下,在这个图,看呢,我再讲, 因为今天没有来得及配音呢, 你要把整一个,让大家看是,主要是, 我花很多心思去做这样子一个动画, 我就希望大家去看的时候呢, 把这一个,带回到自己,想象到自己的这种意思, 然后你才能够感觉得到的,要有这种意思, 好,我要打开, 今天的分享, 感谢观看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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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